画的很好啊 太棒了 你看风格不一样 这些 这边很多 homeless 上期我们来到了Downtown LA 那今天我们会去哪里呢 今天不一样 今天我是在网上搜索了 很多车也是被画的啊 这每栋房子都 墙上都画了 画了很多 到了 快到了 就这条路进去 Spence 这是 也是工业区 戴上手 这个好带的工具 这个小丑 美女嫁小丑 我觉得很多 我觉得这些都很漂亮 我们可能过了 我要再回去看看地图 还往前走一下 右拐右拐 右左右 右拐右拐 这还是挺多的 非常多 画的很好啊 太棒了 你看风格不一样 这些 这边很多 这种房车 16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右拐 看一下啊 什么感觉 看到了啊 在那前面 我现在下车 去拿我的滑板 然后滑过去拍 我想拍的就是这个 我刚才打开我的车后备张一看 原来我忘了带我的滑板 所以只能走过去 你看 先看左边有一辆这个 车 有一辆这个老爷车 那种会蹦跳的那种老爷车 然后这边也还有很多其他的 我们要拍的是这个 这右边 这后面还有音乐很响 不知道是 是什么地方 这些是 是厂窟啊 工厂什么的 你能看得清楚吗 背光 你看看 一个非常大的人 像是在水里 然后往下飘 然后 口里还冒着这个水汽 就是一个 非常放松 下 下坠 下沉的一个 感觉 今天那个阳光太强烈了 你看就是这边 也是有好几个 很大的这个涂鸦 然后 在这边 然后 光线不太好 我看一下 靠近在阳光底下 再看 这是一个藏库 你看 嗚嗚 你看 画的多写实 很大方 就是 色块很大 你看这个手画的多 然后还有一些小的这种 色块 感觉像 有点 记忆的碎片的那种感觉 不是那么真实 手 这个脚 非常大 然后 我不知道 这个是不是这个作者 这个是不是这个作者 Ballstrom 刚刚我还没有看到 我正后面 刚才我在说话的时候 有一部 看一看 哇 你看 画的多好 这写是什么 什么 Kids Ball Hell 什么 Ball 我到时候在网上查一下 再说这个 看我的视频的观众 有没有谁知道 他们画这么大的涂鸦的话 是怎么来这个 就是画这个轮廓 大概我也 也会想到几种方法 但我不确定 我想 问问我的观众 会不会有人知道这些东西 是怎么来保证你一个 你可能有个草稿 先在纸上有个草稿 然后 最后要画到这么大的 那个墙壁上面 那你怎么把这个 轮廓画好 而不会变形啊 比例啊 这些失调啊 然后画的时候 可能 那当然就是 你也有一个 当然他们都有很好的 绘画的基本功啊 他们知道 就是 怎么来画 那我们 我也是学画画的时候 我也知道 大概你要 有一个大体的感觉 先从大体开始做 然后最后到局部 画这些细节 然后画着画着 你都要站到很远的地方去看 看他有没有 就说哪个地方 你太过抠到哪个细节 而忽略到整体了 像这个真的是 还是蛮震撼的 我不知道他们是 为什么在这里画 然后为什么画这样的题材 这个业主跟这个画画的人 画这个涂鸦的人 是什么关系 这个我都特别想知道 如果 你们知道的话 我想先听你们的 然后我以后的节目里面 我会陆续的去问 这些业主 如果有可能 我去采访他 这些老板啊 哎 你知道吗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画的 那你喜不喜欢这些画 你是怎么看这些画的 我看了一下这个说明啊 这是一个丹麦的艺术家做的 他的名字就是刚才上面 那里看到那个Ball Storm 他在 他可能是在前两年在 那个 就是好莱坞那边画了几个 然后在这边也画了一个 对这个就是去年画的 2022年画的 他有点连读 我出帮他 我出帮他